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中国人聚居的地方 往往会有各式各样的会馆出现 例如有中亲会馆 同乡会馆 同业会馆 以及中华会馆等等 这些会馆会为会员提供向心力和凝聚力 为会员排难解分 并且为他们提供不少福利回助 究竟早期省港澳会馆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 不如我们一起重温一下 在香港开埠初期 虽然统治者是英国人 但是绝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华人 所以很自然而言 就形成了西方人和华人 两个不同的生活中心 在早期的时候 华人和华人之间 如果发生的是争执诉讼的话 他们尽可能都不想惊动 是英国人 而是华人和华人之间自己去处理的 他们处理的方式是怎样的呢 通常他们诉讼双方 就是都会来到这间文武庙前面 对着这个神灵前面 就是将发生诉讼的缘由 写在一张王子上 即是向这个神灵入狀 在当时迷信观念浓厚的时候 很多自知机之路里窥人 都不敢消王子来斩鸡头 所以很容易诉讼的案件 就这样自然而言解决了 而这间文武庙 就是早期华人 如果有什么重大事项 需要集体商讨 或者有什么是非纷争 需要解决的好去处来的 所以这间文武庙 可以说是香港的第一间中华会馆来的 文武庙就是香港华人 最早期的活动中心来的 因为这间是1847年 创立的文武庙 它里头所供奉的就是文昌帝君 和关姓帝君 所以无论怎么说也好 里头神权迷信的色彩 是相当浓厚的 但是这种局面 自从1872年 这间东华医院成立之后 就打破了 早期的东华医院的理事 都是那些有权有势 最有影响力的华人领袖 可以说这间东华医院 是香港第二间的中华会馆来的 在东华医院成立之后 跟着在清末以至到 是二十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 香港有很多华人团体都纷纷成立 例如是保良局的 是这个先鱼行总商会 南北行公所等等 但是说到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1913年所成立的华商总会 华商总会在战后的1952年 就改名为香港中华总商会 现在就在这间香港中华总商会 就在这里办公开会 那些经商智库的澳门华人 他们有财有势 所以早期的澳门就像香港一样 就是由那些富有的商人 组织这个会馆 而这些会馆的负责人 往往就变相成为当地的侨领 对外他们是负责代表华人 跟当地的有关当局 是交涉、商讨等等 对内他们就负责 当地华人的慈善福利 例如是赠衣施约 是扮学制贫 以及生养死葬等等 澳门最早期的华人会馆 最重要的就是这间三阶会馆 当年澳门的华人 如果遇到有什么重大事情 需要共同商议的话 就会进到这间三阶会馆里头 共同商讨 其后在1871年 镜湖医院成立之后 就移到那里来开会讨论 其后到了1913年 澳门商会正式成立 澳门商会就是成为澳门最有权威 最有代表性的澳门华人团体 澳门商会在1916年正式定名为澳门的中华总商会 澳门和香港 因为曾经分别给葡萄牙人以及英国人统治管理 所以当地的中华商人 就有必要组织中华商业会馆 来团结一致和当地的外国政权 来展开交涉、沟通、谈判等等 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但是广州因为一直以来都是由中国人自己统治 所以广州的中华商人就没有必要组织中华会馆 广州虽然没有中华会馆 但是它都有由各行各业自己组织而成的会馆 最出名的就是这间是錦伦会馆 这间錦伦会馆就是清朝时候清朝雍正元年 公元1723年所组织而成的会馆 继续上来已经有超过二百多年以上的历史 它就是广州当时施职的商人 他们组织而成的会馆 这间錦伦会馆标志着广州在清代首非常繁荣发达的私职业 除此之外广州还有八和会馆 八和会馆就是由粤剧的各方人士所组织而成的会馆 这一树就是因灵路177号的八和会馆 八和会馆就是由粤剧界所组织的会馆 原来它就是光水年间一个粤剧的名母亲 是扩新华组织的八和会馆 最初八和会馆的会址就是在黄沙那里 后来就是在抗战胜利之后 在1946年就是在这一树重新建立八和会馆 但是后来因为年久失收 所以在2002年的5月又将这个旧纸重新将它恢复过来 现在所见到这个八和会馆的面貌 就在2003年是落成啟用的 中国人在各处地方都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会馆 例如同乡同省有同乡会馆 同行同业有行业会馆 另外还有一些规模比较大代表性比较强的 中华会馆或者华商会馆等等 这些会馆从正面来看 就可以说是团结互助 但是从负面来看 有些人就嫌他们是在搞小圈子活动的 我个人就认为是一个团结互助的大圈子 大团体是由无数个那些互助团结的小圈子 所组合而成 所以会馆是有它存在的价值